阿米尔知道父亲对自己不甚满意 他梦想通过风筝比赛来赢得父亲的宠爱 在哈桑不遗余力的帮助与鼓励下 阿米尔终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演播徐涛 望着天空 我高声尖叫着 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 那么悦耳动听 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 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 我们跳上跳下 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 你赢了 你赢了阿米尔少爷 你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只说出这句话 这是真的吗 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眨眨眼 从美梦中醒来 起床 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 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 穿好衣服 等爸爸 放弃 回到我原来的生活 然后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 他站在屋顶边缘 双手挥舞 高声欢呼 排长称快 就在那儿 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 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 双手焦急地摇动 于是我明白了 哈桑 我们 我知道 哈桑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 安拉保佑 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 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 哈桑 放下卷轴 撒腿就跑 他穿着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皱边 拖在雪地上 哈桑 把他带回来 哈桑的橡胶靴子 提起阵阵雪花 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 哈桑 突然停了下来 转身 双手放在嘴边 为你 千千万万遍 然后 露出一脸 哈桑似的微笑 消失在街角之后 再一次 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 已经是二十六年之后 在一张褪色的 宝丽来照片上 人们拥上来向我道贺 我开始把风筝收回来 跟他们握手 向他们道谢 那些比我更小的孩童 望着我的眼睛充满了敬畏 我是个英雕 我是个英雄 人们伸手拍拍我的后背 摸摸我的头发 我边拉着线 边朝每个人微笑 但我的心思 在那个蓝风筝上 最后 我收回了自己的风筝 我捡起脚下的卷轴 把松弛的线收好 期间 又握了几双手 接着走回家 走到那扇 断铁大门的时候 阿里在门后等着 他从 栅栏伸出了手 恭喜啊 我把风筝和卷轴 递给他 握握他的手 谢谢你 亲爱的阿里 我一直 为你祈祷 继续祈祷吧 我们还没有权盈呢 我匆忙走回街上 我没有向阿里问起爸爸 我还不想见到爸爸 在我的脑子里 一切都计划好了 我要班师回朝 像一个英雄 用鲜血淋漓的手 捧着战利品 我要万众瞩目 罗斯坦尔和拉索波 彼此打量 此时 无声胜有声 然后 年老的战士 会走向年轻的战士 抱着他 承认他出类拔萃 证明 获救 赎罪 然后呢 这么说吧 之后 当然是 永远幸福 还会有别的吗 罗斯坦尔 阿克巴汉 去的街道不多 彼此 称直角 纵横 交错 像个棋盘 当时 它是个新城区 仍在蓬勃发展中 已建成的住宅区 有八英尺高的围墙 在他们之间 街道上 有大量的空地 和尚未完工的房子 我跑遍每条街巷 搜寻哈桑的东西 到处 都是忙着收起折叠椅的人们 在整天的狂欢之后 收起食物和器皿 有些 还坐在他们的屋顶上 高声向我道贺 在我们家南边 第四条街 我碰到了奥马尔 他父亲是工程师 也是爸爸的朋友 他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 跟他弟弟玩足球 奥马尔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们是四年级的同学 有次 他送给我一支水笔 配有抽取式墨水盒那种 听说你赢了阿米尔 恭喜恭喜 哦 谢谢 你见到哈桑了吗 啊 你的 阿扎拉人 我点点头 奥马尔用头将足球顶给他的弟弟 我听说他追风筝可厉害了 他弟弟将足球顶了回来 奥马尔伸手抓住 拍上拍下 不过 我总是奇怪 他怎么追到的 我的意思是 他的眼睛那么小 怎么能看到任何东西呢 他的弟弟哈哈大笑 随后又要回足球 奥马尔 奥马尔没有理他 你 你见到他了吗 奥马尔伸出拇指 朝肩膀后方指了指西南边的方向 啊 刚才我看见他朝市场那边跑过去了 啊 啊 谢谢啊 我到达市场那边时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粉红色和紫色的晚霞点缀着天空 再走几条街 就是哈吉雅霍清真寺 僧女们在那高声呼喊 号令那些朝拜者铺开毯子 朝西边磕头 诚心祷告 每日五次的祷告 哈桑从不错过 就算我们在玩 他也会告退 从院子里的深井挤几桶水 清洗完毕 消失在那间破屋子里面 隔几分钟 他就会面带微笑地走出来 发现我坐在墙上 或者坐在树枝上 可是 他今晚 就要错过祈祷了 那全因为我 市场不一会儿就空荡荡的 做生意的人都打烊了 我在一片泥泥中奔走 两边是成排的 积得紧紧的小店 人们可以在一个血水横流的滩前买刚宰杀好的野鸡 而隔壁的小店 则出售电子计算器 我在凌落的人群中 巡路前进 步履围歼的乞丐身上 披着一层又一层的破布 小贩肩上扛着毛毯 布料商人和出售生鲜的屠夫 则在关上铺门 我找不到哈桑的踪迹 我停在一个卖干果的小摊前面 有个年老的商人 戴着蓝色的头巾 把一袋袋松子和葡萄杆放在驴子身上 我向他描述哈桑的相貌 他停下来 久久地看着我 然后开口说 兴许我见过他 他 他爬到哪边去了 老人上下打量着我 像你这样的男孩 干嘛在这个时候 找一个哈扎拉人呢 他艳羡地看着我的皮衣和牛仔裤 牛仔穿的裤子 我们总是这样说 在阿富汗 拥有任何不是二手的美国货 都是财富的象征 我 我得找到他 老爷 他是你什么人啊 我不知道老人 干嘛要这么问 但我提醒自己 不耐烦 只会让他坚口不言 他是 我家仆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 是吗 啊 幸运的哈扎拉人 又这么关心他的主人 他的父亲应该跪在你的跟前 用睫毛 扫去你靴子上的灰尘 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呀 老人将一只手放在驴背上 指指指的胆便 我想 我看见你说的那个男孩朝那边跑去了 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筝 蓝色的风筝 真的吗 为你 千千万万遍 哈桑这样承诺过 好样的哈桑 好样的 可靠的哈桑 他一诺千金 替我追到了最后那只风筝 当然 这个时候他们也许 已经 逮住他了 那个老人嘟弄着说 把另一个箱子搬到了驴背上 什么 什么人 啊 其他几个男孩 他们追着他 他们的打扮跟你差不多 走开吧 你耽误了我 做祷告 我已经朝那条小巷 飞奔而去了 有那么几分钟 我徒劳无功的在市场中搜寻着 兴许那个老人看走了眼 可是他看到了蓝色的风筝 想到亲手拿着那只风筝 我瘫头搜寻着每条通道 每家店铺 没有哈桑的踪迹 我正在担心天就要快黑的时候 听到前面传来了一阵响声 我来到了一条僻静泥泞的小巷 市场被一条大路分成两半 他就在那条大路的末端 呈指脚伸展开去 肖像 车折婉然 我走在上面 随着声音而去 靴子在泥泞中 吱嘎作响 我呼出的气 变成了白雾 这狭窄的巷 跟一条冻结的小溪平行 要是在春天 会有溪水潺潺流淌 小巷的另一边 是城牌的柏树 枝头堆满积雪 散落在一些窄像交错的平顶粘土房屋之间 那些房子比土屋茅舍好不了多少 我又听见那声音 这次更响了 从某条小巷传出来 我悄悄走进巷口 屏住呼吸 在拐角处窥探 那小巷是死胡同 哈桑站在末端 摆出一副防御的姿势 拳头紧握 双腿微微张开 在他身后 有一堆破布瓦礼 摆着那只蓝风筝 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挡住哈桑去路的是三个男孩 就是达乌德汗发动政变隔日 我们在山脚遇到 随后又被哈桑用弹弓打发走的那三个 瓦礼站在一边 卡莫站在另一边 阿塞夫站在中间 我感到自己身体收缩 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 阿塞夫神态放松而自信 他正在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 其他两个家伙紧张地挪动着双脚 看着阿塞夫 又看看哈桑 仿佛他们困住某种困兽 只有阿塞夫才能驯服 你的弹弓呢 哈达拉人 阿塞夫说着 玩弄着手上的拳套 你说什么来着 他们会管你叫独眼龙阿塞夫 很好 独眼龙阿塞夫 太聪明了 真的很聪明 再说一次 当人们手里握着上了膛的武器 想不变得聪明也难呢 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 我慢慢地 安静地呼着气 全身麻木 我看见他们逼近那个跟我共同长大的男孩 那个我懂事气 就记得他的吐唇的男孩 但你今天很幸运 哈达拉人 阿塞夫 背语朝着我 但我敢打赌 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的笑容 我心情很好 可以原谅你 你们说呢 小子们 对 太宽宏大量了 特别是考虑到他上次对我们那样出炉无礼 卡莫 想学着阿塞夫的语调 可是声音里有些颤抖 于是我明白了 他害怕的不是哈桑 绝对不是 他害怕 是因为不知道阿塞夫在打什么主意 阿塞夫 做了一个解散的手势 原谅你 原谅你 就这样 他是您放低了一些 当然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我的原谅 需要一点小小的代价 对 对 很公平 很公平 卡莫说 这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瓦里也加上了一句 你可真是个幸运的哈扎拉人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你所有付出的代价 只是这个免费 只是这个蓝风筝 公平的交易 哎 小子们 是不是啊 不止公平 不止公平呢 即使从我站的地方 也能看到哈桑眼里流露的恐惧 可是 他摇摇头 阿米尔少爷赢得寻辉赛 我替他 追这只风筝 我公平的追到他 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忠心的哈扎拉人 像狗一样忠心 卡莫发出一阵战力紧张的笑声 阿扎拉人 你想过没有 在你为他献身之前 他会为你献什么 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跟客人玩 总不喊上你 为什么他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 才理睬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说 你什么都不是 你是一只丑陋的宠物 一种他无聊的时候 可以玩的东西 一种他发怒的时候 可以踢开的东西 别欺骗自己了 别以为你意味着更多 阿米尔少爷 是我的朋友 哈扎红着脸说 朋友 你这个可怜的白痴 总有一天 你会从这个小小的幻想中醒来 发现 他是个多么好的朋友 听着 够了 把风筝给我们 哈扎 哈扎弯腰捡起一块石头 阿塞夫一愣 他开始后退一步 最后机会了啊 阿扎拉人 哈扎的回答 是高举那只 抓着石头的手 不管你想干嘛 阿塞夫 解开外套的钮扣 将其拖下 慢条丝里的折叠好 将它放在墙边 我张开嘴 几乎喊出来 如果我喊出来 我生命中剩下的光阴 将会全然改观 但我没有 我只是看着 浑身麻木 亲眼误读哈桑 被阿塞夫强暴的阿米尔 在关键时刻 竟选择了逃避 而惨遭欺凌的哈桑 仍然没有忘记 将那胜利者的标志 一只蓝色的风筝 交到阿米尔手中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追风筝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